好,下面我们就请第一位主讲人,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北京之春编辑顾问黎安有先生发表演讲。 他的题目是,原来的英文题目是 Mainstream vs Non-Mainstream Assessment of the China Threat in American Politics Today。 如果翻译成中文,那就是,今日美国政界对中国威胁的主流和非主流评估。 下面请黎安有教授发言。 谢谢大海,谢谢大家早安晚安,你如果在台湾。 对,我想为了你们探讨这个美中台的三角关系的作为一个背景的话, 我可以简单的介绍,我自己认为是美国政界里面对于这个所谓的中国威胁的主流和非主流的这个看法。 我们可以说从左的话,我们只要把左定为最侵华的, 所以这个认为中国不是一个威胁的观点,一直到最右的观点, 最右的观点可以说是最反华,或者最认为中国的威胁是最庞大的威胁的话, 这种spectrum,这种dimension的话,我们可以这样分析。 最左边的最侵华的观点,现在在美国的政界差不多不存在, 就是说不排除有极小数人认为中国并不是一个威胁中美利益大致共同的话, 这种人可能会有一些但是不在这个政界主流。 那么最右的话,我们可以说是认为中国是威胁所谓的西方或者基督教这个文明的存在, 而且为了解决这个中国的威胁的话,我们只有一个方法是遏制中国的崛起和达倒中国共产党。 代表这种想法的人我认为有比方说有Steve Bannon, 或者过去的这个政议员的主席Newt Gingrich, 或者以前的这个国务院院长Mike Pompeo, 他们主要是从一个西方文明的定义出发, 认为中国文明跟西方文明是不能共存, 之所以这个是一个你死我活的一种竞争。 这个观点我自己认为是非主流的观点, 虽然它在那个Trump的通知的期间相当有影响, 它是一个, 但我还是认为这个观点是比较极端, 那么在主流里面我们可以猜去两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人来说明这个主流里面的分析, 一个是现在在白宫的国安会管理美中关系的Rush Doshi, 它名字叫Rush Doshi,D-O-S-H-I, 它在进入白宫国安会以前, 它在Brookings Institution, Washington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think tank, 它写了一本书叫做The Long Game, China's Grand Strategy to Displace American Order, So,它的关键想法是这个displace,取代, 它认为中国要取代美国所建筑的这个international order, 这个国际直属, 这个所谓的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自由主义国际直属, 它要取代它, 那么Doshi的想法是认为中国的常人的这个战略目标是要要打萃美国的这个盟国体系, 就是说要要打萃俄本以来美国, 欧洲各国以来美国, 这种盟国体系, 要建立中国要建立一个全球性的军事基地系统, 它要垄断21世纪最进步的技术, 这样的话可以垄断21世纪的市场和安全设计, 它要成为大多数国家的第一位的贸易伙伴, 它要在全球形成, 就是说要尽量可能在全球建立转制政权, 在每个国家要建立一个, 要推翻民主政权, 建立转制政权, 所以这个是我认为在主流里面最右, 最害怕中国的一个观点, 那么在主流里面比较往向左的观点, 我们可以以Ryan Haas为代表人物, Ryan Haas在欧巴马的期间, 在这个白宫的国安会里面工作, 管理中美观企, 所以这两个人, 而且Haas现在在Brookings Institution, 所以这两个人, 他们的自己的成价是比较一致, 就是说或者在Brookings, 或者在国安会, 但是他们的, 而且他们的观点距离不是那么大, 但是还是有些主要的分别, Ryan Haas最近发表过一本书, 叫做Stronger, Adapting America's China Strategy in an Age of Competitive Interdependence, 所以他主要的观点是这个, 所谓的Competitive Interdependence, 竞争性的相互依存, 或者相互依赖, 他认为中国的主要的战略的目标是, 第一是要保护共产党的这个政权, 第二要这个, 要控制台湾和香港西藏, 这个新疆等等, 就是说要这个所谓的领土驻船的完整, 第三要保证他可以跟全球的经济体制, 有贸易有投资的自由, 这样的话可以只有这个条件之下可以保证他国内的经济的发展能够继续, 那么这样的话还有, 所以哈斯对中国的贸易目标, 战略目标认为这个不是那么的害怕, 但是还是非常的害怕, 因为中国的目标包括剥夺台湾, 包括防止美国在这个南海和这个亚洲地区能够自由的有他的我们的这个军事的活动, OK, so差不多是这么一个, 我认为是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在这个背景之下, 美国政治论坛还是辩论, 对台政策, 我们美国应该对台湾有一个什么政策, 有一部分人认为, 因为中国的对台湾的压力越来越高的话, 我们应该现在应该强化我们对台湾的保护的承诺, 或者我们的这个guarantee, 我们的保证, 或者是说要正式的承认台湾建立这个正常的外交关系, 或者是要清楚的宣布, 如果中国动武的话, 美国也会打仗, 这个是这个所谓的取消这样的模糊的一个建议, get rid of strategic ambiguity, 这个可以说是最, 在我的这个地图上可以说是最右最强, 一些人主张的最强的反应, 比较不那么强的反应是慢慢的提高, 可以说慢慢的提高那个美台关系的那个程度, 它的地位, 而且这个我们已经在做, 我们派了一些, 这个从欧巴马administration已经开始做, 或者是从克林顿开始做, 但是非常非常慢, 所以就是提高, 我们更明显的表现我们支持台湾的决议, 是这么一个想法, 我自己认为中共不太看重美国的这种象征性的行为, 中共会看重是美国有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在台湾的战区, 所以美方也在考虑怎么调整美国在这个西太平洋的军事部署, 为了更有效的防止, 让中共知道他们如果要打台湾的话, 他们不能打胜, 所以我就这样的客观的就分析, 简单客观分析, 美国现在对这个台湾问题, 中国威胁的一些各种各样的看法, 希望能够为了你们后来的讨论, 做一个有用的背景, 谢谢大家。 好,谢谢李安勇教授, 下面呢我们就开始对李安勇教授的发言, 做一点点评, 首先请这个北京之春, 名义主编著名政伦家胡平先生发言。 谢谢, 谢谢李安勇先生, 刚才对这个美国政治对这个大陆的关系看法的主流的和非主流的意见的介绍, 那么我这里就先有一个问题, 趁李安勇先生在呢, 向他提出请李安勇先生呢, 给我们做一个回答。 我的问题就是, 因为原来我讲过, 如果美国和台湾见一见, 当然台湾他们中共一直想到, 这个一个中国是个是条红线, 是任何国家都不能预约的红线, 但是我强调的一点是呢, 实际上中国政府自己, 那早已经改变了他的一个中国原则, 他早已经移动了他的这条红线, 我就觉得比较奇怪的是, 好像美国的政界和学界, 对这件这个事实本身, 好像没有太注意到, 因为我觉得这点非常重要, 因为中共他做出这种改变, 不是很随便的, 而且他是一直坚持这样子的, 官方的表述向来是非常清晰的, 而这种改变呢, 当然他有很深刻的内涵, 因此他可以引申出更多的空间, 来处理这些问题, 所以我这里要提出的问题就是呢, 希望李安宇告诉, 为什么好像一直到现在为止, 美国的政界学界在谈到两岸关系的时候, 在谈到中国的一个中国原则的时候, 没有注意到中国政府, 他已经改变了, 已经对他的一个中国原则有所修正, 有所改变, 他为什么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呢, 这是我不太明白的地方, 希望李安宇有解释解释, 一个号, 我想, 胡平其实讲得很清楚, 不过好像他没有提到最关键的, 就是说, 这个改变呢, 按照胡平的说法, 就是中共以前一直强调, 反对一个中国两个政府, 但是在近年里呢, 这个提法已经消失了, 是不是这样, 对, 所以请李安宇有教授, 能不能评论一下, OK, well, 胡平提出的问题是说, 美国政府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变化, 这个我不知道, 我还没有时间, 实际上我不知道应该问谁, 我大概认为美国政府里面, 可能有一些情报系统的, 或者外交系统的人注意到了, 但是同时美国的, 美国对话政策是非常复杂, 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要求, 你比方说在这个天气暖化问题上, 需要跟中国合作, 贸易方面中美关系还是非常浓厚, 之所以就是说中美,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 中美关系不只是关系到台湾, 而是十多方面的一个关系, 之所以美国同时要防止中国打击台湾, 同时不要跟中国中美关系搞得更紧张, 之所以我自己认为从外面, 我当然不是政府里面的人, 我从外面判断是说, 美国政府不想要跟台湾建立正常国, 国与国的关系, 之所以我们认识到, 或者意味到, 如果美国政府这样做的话, 北京至少会有一个很强的反应, 他们说你如果这样做的话, 我们会动武, 动武不动武, 我不能保证, 但是我可以保证北京会有一个很强烈的反应, 之所以我们不追求这种把两国已经很坏的关系搞得更坏。 好,谢谢李安勇教授。